複雜的竹編技法令人驚嘆 这是主山镇公所 于正丽图书馆 办理的竹編课程 不少学员都是年年报名参加 且近几年更多了许多 从外縣市慕名而来的学员 别人觉得说 这蛮辛苦的还是很困难 可是你有兴趣你就不会累 像我们这几个人 常常为了被这个材料 有时候做到半夜 两三点都有 刚开始没有想到 这么复杂 就看到它是从一根 因为先从圆的 然后剖成一根一根粗的 然后还要从粗的再剖成 又要对半剖 剖成细的就发现 它其实很繁杂 然后所以要做这个东西 感觉真的要很青年累月 然后是老师傅才做得出来的东西 就很有手感 不会留一手 只怕学员不学以致用 导致记忆失传 这道老师为主山在地资深 竹工艺家 他希望前来的学员都能够持续学习 不断动手做 使地方上的竹边工艺能够传承下去 你要学就是要自己批竹 不过批竹的话就是比较危险 拿刀总是常常会受伤 再也就是学竹边 你要很有耐心 要做得住 要能够吃苦 所以来学一定要下定决心 就是要认真要学得好 希望大家可以学了这项工艺之后 以后可以把它当成经济来源的一部分 不是说学了以后回去不做的话就丢着 希望他们学了这项工艺 可以以它为收入的一部分 甚至是它的事业 然后把我们的竹工艺发扬光大 议员张志明也鼓励正民们 大家通通来学习竹边 将竹神的这项传统工艺发扬光大 这就是了不起的竹山的文化 我们竹山当然知道 大家都知道 竹山就是我们竹山很重要的文化 竹边的这个文化 可以贯穿到每一个竹山人的幸福 可以让竹山对着竹边文化有兴趣的 出来让当时担当未来观光的观光潮 来到竹山的时候 也可以让小块的竹山竹边文化回去 我们把竹山的文化 竹边不仅是传统记忆 融入新元素后 也能够成为一种时尚 一掌和胜丰期许各地民众 都能尝试学习制作 使竹边能够创新传承下去 明选总新仪竹山采访报道